伍杰乡立幼儿园原社新建工程 邀请县议员乡民代表及村长等贵宾立临 伍杰乡长沈德茂感谢在地的营建商 以及过去几任的乡长 努力让孩子留在自己的家乡 接受幼儿教育 所以一切都是有很多姻缘 还有很多人的帮忙 今天我们的动土才能够顺利 那我们的幼儿园在这个房间好以后 我们的不抽签 不抽签的漏食 还有我们的双乙交鞋 益材班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办 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那吴杰立泽园那边已经在 在新建也都没问题了 这一个如果能够顺利在新建 在112年我想我们就可以漏食 所有的我们原来的想要的政策 都能够完全不如来做 很正面的一个漏食 让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小孩子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读书的环境 然后我们的左边 在主席副主席的协助 现在在我所的左边的这边 我们还要再新建一个多功能 多功能的幼儿运动场所 那也就是说将来变成演艺厅 那给小孩子每一个到礼拜六礼拜天 会有时间都可以来表演 我们的乡亲家的政策 也在丁头政策经育 刚才也向大家报告过 在其他我们的配合 在我们所有的代表 共同配合资亚都都 如同小孩子要用的东西 在这些所有的代表 都是专业支持专业配合 向上乡列 上乡拜 在上乡再拜 上乡三拜 五节乡两位现议员 同时也是前任乡长 对五节乡列幼儿园 原设新建工程 贡献卓著助 大家对幼儿园教育 这篇付出真好的一个功能 也要感谢 我们张杰远张园长 所代领 我们幼儿园的教职员团队 尽心尽力来为我们所有五个乡的孩子 来努力 也要感谢我们五个乡的团队 非常厚厚厚厚的经费 来担任这个感情 我认为这都是我们众心所五人 可以光景观光 带给我们五个乡 我们所有的孩子的一个学习的风景 今天就有发展一个地方 来享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教育环境 今天因为我们社会的需要比较大 所以今天跟我们来拓展 要有相关的一个行业 也认为我们在座所有的 为了我们地方 大家尽数 要有这么好的基地成功 也感谢我们工作团队 和管理团队的努力 让我们今天可以终于看到我们具体的成果 总工程经费4800多万元的 五杰香利幼儿园新建原社 由张仲坚建筑师设计 在物价飙涨之际 在地的松颖营造公司 愿意负责成造 是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协力的典范 五杰香利幼儿园新建原社 预计在112年6月正式完工启用 参与的贵宾一起动产开工 动土起产 第一产 重行嘎棋 万事大棋 第二产 动土施工 顺利平安 第三产 原胜如意 与会人员大吉大利 掌声圆满成功 谢谢 请各位对面将原敲 置于基地之上 五杰香利幼儿园提供幼儿更优质环境 办学更是受到家长肯定 也因为乡镇治理和交通便捷 乡亲人数高出许多 让许多家长放心把孩子留在家乡 五杰香利幼儿园提供幼儿园提供幼儿园 第一产